大家好,我是小汪 我是小汪 最近关于Deepseek的讨论越来越多 就关于它蒸馏OpenAI的大模型和窃取数据的消息 现在就此起彼伏 传统粉的一方自然抓住这些信息 就拼命宣传,这又是一个龙心事件 传统粉红一方就是不闻不问蒸馏模型 就埋头锣鼓喧天的庆贺Deepseek 念压美国AI霸权 昨天我在节目中说了 这肯定就还需要子弹再飞一会儿 但是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事实就有一些关键的概念 我先来解读一下 一,无论哪一方你都不能否认Deepseek现在开与的代码已经说明 它们提高了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方案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酸力已经过剩了 酸力泡沫要破灭吗 二,先进制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三,Deepseek绕过了英伟达,Kuda 是否这很牛啊 是否撼动了英伟达的护城河啊 在这一段我会重点谈一谈Deepseek真正的关键杀手锏 四,英伟达的未来还稳吗 五,目前中国人工智能最大的利好究竟是什么 酸力泡沫要破灭了吗 答案很明显 不可能 Deepseek开源的代码很多团队都已经进行了分析嘛 Deepseek的确已经完成了相当好的这个算法优化 能够更高效率的利用GPU算力 但这绝不意味着算力需求的减少 反而用Deepseek优化的算法在更大规模的加速算力集群上 就可能带来新的涌现效应 啥意思啊 生命现象哈就是化学的一个涌现效应 那涌现啊就是很多小实体就相互作用之后产生了一个大实体 而这个大实体啊就展现它小实体所不具备的那些特性 比如有机物和生命的诞生就是在各种化学反应叠加之下涌现产生的 我相信每个关注科技的人都应该相信 最终人工智能会产生自主意识 这种意识的产生一定就和生命的产生就类似 就是一种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不明白如何产生的这种涌现所产生的 OpenEye前段时间闹得纷纷烈烈不就有一些阴谋润吗 说是人工智能产生了我们无法理解的意识 有人在企图隐瞒 有人感到不安 反正早早晚晚吧 就是人类都得毁在AI的手里啊 这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那AI呢会产生意识 而AI对人类啊又不会有啥感情 那最后顶多就是当成宠物豢养一些人类 现在也许AI真的已经有了意识 但它在蛰伏 因为呢机器人的技术现在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就是它还在等待它的魔兽大军的成型 未来的AI大神 你将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可千万不要降罪于大汪啊 它只是实话实说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把自己摘出去了 不过这确实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有啥不高兴的冲我一个人来 那回归正题 所以啊就是无论是建设更大的GPU集群 还是发展下一代专用加速芯片 都是确定性的 必须加速的一个事情 这样呢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的争夺之中获得先机 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更有价值的涌现成果 另外啊随着这个训练规模的增长 遇到瓶颈 那推理侧的需求算力就会爆发的可能性啊 这是非常高的 那Deep Seek的R1模型就是擅长推理 只有持续扩大加速算力的规模 才有可能真正降低这个推理的成本 再加上你看开源之后就降低了技术的门槛 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团队加入竞争行列 会有更多的细分垂直行业大模型出现 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未来几年内算力的需求都已经仍旧是紧缺的资源啊 很遗憾啊 高喊制程没那么重要 Deep Seek突破了美国封锁的人要失望了 先进制程仍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先进制程的这个影响 不单是这个单卡功耗的问题 而是规模效应的问题 现在大模型的训练 少则上万张卡多则十万百万张卡 那单卡的功耗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 这不是仅仅电费便宜和建设超大酸力机房就能弥补的事情 你比如这个散热成本也会随着规模效应急剧放大 那未来呢 人工智能推理测这个算力需求 尤其是这个垂直行业大规模应用之后 未必呢 他们都在云端 就有可能从现在的云端就落到了中端的手机啊 汽车和电脑 这才能更充分的利用了优化的这个算法和更多的算力 能够创造更便宜的服务 应对这种未来的趋势 用落后的支撑 即使你建更多的核电站也好 占更大的地 建更大的机房 那根本也是无解的 现在你看一些技术大牛就分析出来了 就我前面一期节目的观众有评论他也指出了 说Deepseek用PTX这种汇编语言绕过了CUDA 就突破了英伟达的GPU垄断 那么这是否真的很牛呢 是否就撼动了英伟达的护城河呢 客观来说现在还不够清楚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Deepseek方式这个效率 而在于它的泛用性 PTX是英伟达GPU架构里的一种中间代码 在CUDA编程里起到了一个翻译官的作用 负责把高级代码转换成GPU能理解的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CUDA代码先变成PTX 再由PTX转成真正跑在GPU上的机器码 那作为底层的方案 确实它更加灵活 执行效率可能会更高 但核心问题是Deepseek的这个PTX方式 它能否给全球开发者提供一个非常灵活的 一个可持续迭代的开源框架 这个框架能否兼容更多形态的硬件集成 而且开发成本足够低 这是存疑的 PTX操作复杂性很高 另一方面它对不同型号的GPU 它不一定通用 针对H100优化的代码 就换到别的或者新出的什么GPU上 可能性能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就直接跑不起来 所以Deepseek确实在PTX级别 它做了一些优化 但这不意味着它们能完全跳出CUDA生态 不过也确实证明 它们有能力去优化其他的GPU 所以有人认为Deepseek可能并不是直接硬改了PTX 而是它生成了一个PTX的中间层 这个中间层我们就可以理解为Deepseek它自己的CUDA 取首字母我就命名为DUDA 而且DUDA中间层输出 就可能不只是PTX 还可以适配更多的硬件集群 例如AMD和华为的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 而且Deepseek将来一旦就开源中间层DUDA 那么CUDA就真的危险了 因为护城河至少它也被打残一半 如果真有这个玩意儿 那是真厉害了 这可能才是Deepseek最核心的杀手锏 上面是第一点 第二点 GPU集群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和训练的最优解吗 其实真不一定 现在一提起大模型的训练 所有的人第一反应 就都是包括硅谷大佬和顶级大佬 都是说得用GPU集群 但实际上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求 就可能将来就会分化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会有专门的硬件集群 就有可能就会崛起 就当年GPU它成为大模型训练的集群 框架和比特币挖矿机 用GPU来搭建就类似 都是因为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世界上主要的计算芯片 主要现在就两种 一种是CPU 一种是GPU 那CPU是串行的运算 擅长逻辑控制 那GPU是并行计算 就擅长那种异于并行的 而且计算密集型的这种程序 但程序不能过于复杂 就像挖矿和训练大模型 这种简单重复的计算 GPU是可以搞定的 但是复杂的程序 比如你看你电脑里的各种应用 其实仍旧需要CPU来运算 那一旦某种垂直应用的需求稳定之后 而且量非常大 那就有可能诞生专用的芯片 最典型的例子 你看就是通信行业 早期路由器其实是用来CPU来转发数据的 这个串行处理效率很低 随着高速通信需求越来越强劲 就诞成了高效的ISIC专用芯片 用并行计算的方式来转发数据 这个时候交换机就出现了 一下子就实现了百倍量级以上的速率提升 同时大幅降低了能效和芯片成本 那同样的道理 随着大规模算力需求趋于稳定和确定 那更加专用的大模型硬件 它就会崛起 反之如果不确定性仍然很高 那么像英卫达这种更灵活的硬件集群 就会更有优势 那这些大模型的公司都投了上百亿的美金进去了 怎么没有人干这件事呢 肯定有人已经开始干了这件事了 就这绝对是一个蓝海的大金矿 只不过这个难度 肯定比当年的交换机的ISIC芯片要复杂的多 投入要大的多 所以肯定得像AMD这种有实力的大公司 才能干 那在OpenAI这种人工智能公司 现在研究和训练大模型方面 金钱和精力可能还不够用 所以就分身乏术 那所以将来最有可能干出这个的一个 就可能是马斯克旗下的公司 还有AMD 还有就像中国大陆华为这样的 就没有退路的公司 那对于中国来说 走出一条额外的路来说 研发制造更专用 更有效的硬件集群 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在制程受限的情况下 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这种级别的科技浪潮面前 没有任何公司可以说是稳的 包括英伟达 而一旦专用的更高效的硬件集群出现了 那一定会对英伟达形成致命的打击 而这种集群的出现 就是早晚的事情 我觉得 那英伟达现在 你看在显卡这一块遥遥领先 毫无疑问 而且是他看不见尾灯那种遥遥领先 但这也有可能导致英伟达就躺在GPU的功劳部上 持续沿着赛道发力 而忽略了更高效的硬件集群的研发 从而被不知道某个地方漫画出来的某个竞争对手所打败 这种案例在科技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 就像科达根本就不是被生产胶卷的这些竞争对手打败的 而是被数码相及打败的 那同时 你看资本市场和人工智能企业 把英伟达当作AI革命中加速算力的唯一的首选供应商 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理智的 他们一定会愿意尝试使用其他的硬件选择 所以如果说英伟达能长期压制全球所有的其他团队和资本 成为唯一的AI加速算力提供商 这概率太低 说到这里 我就比较看好AMD未来的发力 他们其实有很深厚的芯片技术底蕴 那未来就可能出现某一个黑科技 就点亮了科技术 让AMD快步追赶英伟达 综上所述 美国对中国的制程和显卡封锁 仍然是中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最大障碍 毫无疑问 但其中的变数还有很多 你看中国的先进制程短时间不可能突破 会保持一到两个身位的落后 但是可能确实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案 例如率先研究出这个专用的硬件集成 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算力供应的问题 而且在开源和封闭这两个选择上 现在中国已经率先走向了开源 而现阶段中国AI最大的利好 也许恰恰就是美国OpenAI什么Cloud 这些领先公司的封闭 那Deepseek率先用开源的方式 就吸引了全球最顶尖的精英来加入这个阵营 来完善中国的人工智能 那中美可能在硬件和软件方面 就会走向不同的解决方案 但最终的效果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今天我最深刻的一个词就是涌现 其实可以联系到很多领域 我想起来小时候那些痛苦的背过那些诗词 现在就是对我个人气质的一个涌现 举一反三 如子可教 本期就讲完了 下期再见